大家好,大家平安 我就是大家保險法律問題的診斷者 大保法王Chani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投保一年期的保險 業務員告訴你 一年一保保證續保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會無條件續保 其實魔鬼都藏在細節裡喔 我們先來看一個真實的案例 有一位陳先生投保了終身受險 附加了意外險和意外醫療險 投保的時候業務員告訴他 一年一保可以無條件續約 陳先生相信了業務員的話 直接簽約 並沒有仔細看保險契約條款 一年後 當陳先生決定幫 意外險和意外醫療險的 復約續保時 業務員卻告訴陳先生 保險公司認為他不符合續約的條件 因此意外險和意外醫療險 通通不能續約 只剩下人壽保險的主約有效 陳先生非常的震驚 質問業務員 當初不是說好一年一保保證續保嗎 業務員只回答陳先生說 續保的條件是保險公司的 工業秘密不能夠公開給陳先生知道 陳先生聽到這個說法 唯一之氣節 到底陳先生的保險契約 能不能夠無條件續保呢 這個不能一概而論 要看保險契約條款內容怎麼規定 目前市售的保險裡面 關於續保條款大概有五種 第一種是需要保險公司同意後續保的 文字呈現大概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經保險公司同意承保後 通知邀保人續保 另外一種是經保險公司同意之後續保 也就是續保與否必須要經過保險公司的同意 第二種是雙方當事人不反對就視為續保 文字呈現的方式是 邀保人及保險公司不為反對的表示 視為續保 也就是雙方當事人對於續保與否都有反對權 只要一方反對就不能續保 第三種是邀保人主動申請續保 文字呈現是 邀保人向保險公司申請續保 在這裡面有兩個細節 第一個細節是 續保必須要由邀保人主動提出申請 沒有提出申請就沒有續保 第二個邀保人只是提出申請 至於同不同意續保決定權還是在保險公司 第四種情形是 商品停售就不續保 文字呈現是 除非保險公司報經主管機關同意 停止銷售商品 否則保險公司不能拒絕續保 意思就是保險公司雖然不能拒絕續保 但是可以報經主管機關同意將商品停售 商品一旦停售 當然保險公司就沒有續保的義務了 第五種是 無條件續保 文字呈現是 邀保人可以繳付保費 使保險契約逐年繼續有效 保險公司不得拒絕 也就是保險公司 只要收到邀保人續保的保費 所以都不能夠拒絕邀保人續保 以上五種當中 只有第五種是真正的無條件續保 其他第一種到第四種 在續保上都是有負條件的 那麼陳先生的復約到底可不可以續保呢? 這個要看陳先生的復約採用的是 剛剛所說的五種當中哪一種的條款 根據了解 陳先生的意外險復約採用的是 保險公司同意後續保的條款 而陳先生的意外醫療險復約是 無條件續保的條款 因此意外險的部分 保險公司的確保有續保與否的同意權 是可以拒絕陳先生續保的 但是意外醫療險的部分 因為有無條件續保的條款 因此保險公司拒絕陳先生續保的請求 是沒有理由的 最後法王想要提醒大家 買保險的時候到底能不能夠續保 不是業務員說了算 一定要仔細閱讀 保單條款裡面的續保條款 是屬於哪一種 才不會到了要續約的時候 發現自己所買的保險 和當初的預想是有落差的 我是大寶法王 我專門破解保險市場上 各種似是而非的觀念 為大家指引名錄 點起銀燈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按讚分享訂閱 並且按一下小鈴鐺 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 大寶寶收好險 我們下次再見囉